如果开车在路上遇到不遵守交通的驾驶 那真的是会吓坏其他人 有一位汽车驾驶他行进北夷公路的时候 连续遇到两辆车是跨越双黄线的大货车 那么其中一辆还狂按喇叭长达十几秒之后 强行超车 那么另外一台货车就把喇叭改装为警用的风鸣器 这样嚣张的行径全部都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汽车驾驶开在北夷公路 正要从平邻回台北的路上 这时后方突然有救护车的声音 我后面有救护车吗 但是却没看到救护车 隔没几秒又有刺耳的喇叭声 连续十几秒按个不停 这时候一辆大货车跨越双黄线 逆向超车还一路狂按喇叭 隔没多久又传来警车的风鸣声 结果竟然是一辆载满菜的大货车 我吓死了 我还以为真的是救护车 同样也是逆向超车 而且竟然还在大过弯的地方 狂飙力去 它的风鸣器是用46条 我们要处罚900到1800 然后它的设备 我们要依法来末路 这么嚣张又危险的行径 简直吓坏路上其他驾驶 如此严重违规 警方也将进行开拔